我给她一个好的环境 然后让她开心 自由 陪伴很重要 哪怕工作再忙也要多陪 妈妈也需要学习跟锻炼 跟你一起成长 做妈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课题 它会让你重新去思考生活与爱的意义 从当妈妈那一天开始 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所以那一天是思考的开始 那一天也是成长的开始和学习的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比别人差这么多 自个妈妈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教育理念都太偏激了 逼着她 不学不行 今天有数学作业还有英语作业 必须都给我写了 陪孩子去上补习班 钢琴 舞蹈 法语 英语 秘赢的课 成长的过程当中就都会碰到各种方法 那我就教你了 你没找到你迟到了 就差距太大了 就是这也是一种焦虑 我不想学了 我想学习狗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妈妈没有大吼大叫 你说怎么那么贱呢 是不是屁股又痒了 你也会崩溃 听不懂吗 学习重要 当儿子越懂事 他越亏欠 越觉得我这个妈怎么那么没有用 你离开我妈妈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学会去让自己冷静下来 去思考你碰到的问题 我怎么嫌弃 别人也不听我 我不能把牛蛙给耽误了 所以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 给她 我能给她的最好的 妈咪能让你去吗 好 一定要自己去经历和成长 跌倒了也一定要让她自己爬起来 自己去反思 自己感受到这个压力 她就一定会有所成长 你不要去限制太多 我还是比较喜欢让她天性自由 去开发她的无限想象 而不要去过于拘束她 然后呢放到这第二格 第二格 第二格 这里 很多的这个妈妈们 在处理了很多的家务的时候 忽略了自己也要成长 主要担负的责任 我觉得会更加重大 就是一定不要偷懒 要动脑筋 那个不早了 我们先要好好好 我们的子敏要加油哦 我觉得 到最后就辞职了 就是不工作了 也陪在孩子身边 好 陪在孩子身边 陪在孩子身边 妈妈想在这儿呢 天天陪人家相批你 讲故事 你不想去托马斯吗 我们明天去托马斯好不好 我会觉得说 只要妈妈是爱孩子的 一切都是需要这个妈妈 和那个孩子共同去成长 孩子也一个成长 我们其实四个妈妈 也是一个成长 看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